那么如果我们不在意水果摄取维生素C 反正天天吃人造维他命C补充剂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长期过量摄取维生素C会造成肾结石呢? 一天摄取多少柴酸过量呢? 由考克兰合作组织Cochrane发表的 现阶段最绝美的分析指出 维他命C不能预防感冒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星 欢迎来到一星Talk频道 健康是一种选择 No-How of No-Talk 我会通过这一个频道和大家分享科学健康养生 我和很多人谈如何养生或提高免疫力 其中一个最常听到的答案呢 就是吃维他命补充剂 那么我们就一起研究研究 那么维他命真的那么好吗? 为了解释的更仔细呢 我们今天就只聊维生素C 什么是维生素C呢? 维生素C又称抗坏血酸 Ascorbic Acid 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 维生素C有很多的功效 其中就包括是富含有强效的抗氧化剂 然后有助于综合体内的自由剂 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 然后维生素C呢 也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 帮助铁的吸收 还有增强免疫力 我们一般常见的水果呢 如柠檬啊 橙啊 然后草莓啊 樱桃还有木瓜 都富含维生素C 那么天天吃这些水果 就可以得到以上所说的好处吗? 那的确是 那么科学家呢 还有药厂的很懂我们的心 看我们每天吃水果吃的那么累呢 直接帮我们一把就好了 就直接把它做成呢 就是维他命丸 不是所有维他命丸 都是化学合成的 有些呢 是从食物流入那个橘子呢 然后提取出来的 一旦被提取呢 精炼维他命丸呢 所含的维他命呢 通常与天然食物中的维生素 具有不同的形式 然后大部分人呢 买维他命C呢 第一件事就是看营养标签 那么维他命含量越高呢 就觉得越有效果 还觉得吃水果呢还不如吃 维他命C呢 来的更有营养 那么如果我们不再以水果摄取维生素C 反之呢 天天吃人造维他命C呢 补充剂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让我们看看下面呢 两个案例 根据BOWER新闻网的十分访谈呢 不当的服用呢 保健品有风险 早前就有媒体报道呢 台湾一名年轻的男子呢 因为想要皮肤白皙呢 所以每一次喝水都加入维生素C钉 就好像是这样子 好这样子加一个 就是这样维生素C钉 最后呢 却因为摄取过量的维生素C呢 而导致两个肾出现结石 为什么长期过量摄取维生素C呢 会造成肾结石呢 一天摄取多少柴酸过量呢 新加坡英格医院 Gland Eagle Hospital 肠胃肝病专科 许建议医生说呢 人体每天只需要75-90毫克的维生素C 相等于呢 就是一个层子里面呢 所含量的维生素C 同时人们呢 也能在其他蔬菜水果里面 摄取维生素 老许医师就指出呢 科学研究表明摄取 超过呢2000毫克才会有副作用 而这次呢 这蔬菜水果呢 达不到的含量 唯有不当的使用呢 那个保健品才存在呢 超标的引用 另外一个案例呢 就是知名节目主持人 于美人 先前呢就在脸书自爆呢 因为肾结石问题呢 开刀治疗 共取出108颗大大小小的石头 然后他接受健康2.0的访问的时候呢 就表示 他以前呢 自己很爱喝维他命C饮品 甚至在白开水中呢 加入呢 就是维他命C的发泡钉等等 但由于他的结石的那个类型呢 是草酸钙结石 过量的维生素C呢 正好引发结石的危险因子 他以后呢 只好忍痛解掉了 除此以外呢 很多人在感冒的时候呢 朋友和医生都会建议补充维他命C 然后因为他们觉得呢 这个可以预防甚至治愈普通的感冒 一份由考科兰合作组织呢 Cochrane呢 发表的 现阶段最全面的分析指出呢 维他命C呢 不能预防感冒 然后有一些临床实验中呢 研究人员呢 使用高达了6克的维他命C 但结果呢 仍然不能够预防感冒 6克的维他命C相当于 大约10亿公斤的橙子 然后同样的呢 也没有证据显示 维他命C呢 有助于人们更快的从感冒中康复 或减轻症状 然后至于每天使用高剂量的维他命C补充剂呢 可以帮助增强免疫力这个说法呢 同样没有得到足够的证据 总结来说呢 使用高剂量的维他命C补充剂呢 不但不可以预防感冒和增强免疫力 还可能会导致肾结石 那么你可能会想 每100克的橙子中呢 大约有50毫克的维生素C 我们每一天呢 只需要75-90毫克的维生素C左右 那么如果今天我吃了两粒橙 再加上呢 其他的蔬菜呀水果 那么也是维生素C超标了 会有副作用吗 那还真不会 原因有三个 第一呢就是维生素C呢 是水溶性的的维生素 多余的维生素C呢 会在尿液中排出 第二呢是因为 当体内的维生素C过多的时候呢 肠道的吸收率呢 可能就会降低 然后以减缓进入血液循环的那个速度 帮助呢控制维生素C的浓度 那么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天然水果中的维生素C呢 通常与其他的营养一起存在 比如纤维呀 植物营养素啊 抗氧化剂还有其他的维生素 那这些形成了共同的作用 有助于平衡呢和调控维生素C的吸收还有利用 想要补充维生素C和其他的营养物质呢 最好最好的来源还是透过大自然创造的 完整植物性饮食 它拥有完美的营养组合 含量还有平衡 好吧今天也聊的差不多 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或电邮给我 我和我的元气顾问团呢 会一一的回答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这样子 让你学到一些东西 获得到某一些启发 希望你能为我点个赞同时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你开到我的IG和Facebook看看我的热肠 祝大家健康快乐美丽每一天 拜拜 以前吃过好几年的维他命C补充剂 还特别买一千好够的来吃 又会的时候更是拿来抢还有囤货 现在改国之心只是吃完整植物性的食物了 然后大家有没有吃维他命C补充剂的习惯呢 可以和我分享吗 A就是一直以来都有吃 那么B就是以前有现在没有吃 那么C就是从来没有吃过 给我答案吧